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实了他和葡萄牙女演员艾巴巴布蒂斯塔的恋情 他们在做傻事的时候玩得很开心 视频中连仕途吓唬对方 回顾2022年 克里斯在视频顶部写道 旁边还有三个红星表情符号 虽然这是克里斯第一次公开确认恋情 但不到两个月前就有报道称 他们已经交往一年多了 在这段搞笑的视频中 这位漫威演员和25岁的巴布蒂斯塔 在穿过门口洗衣服时 练习互相吓唬对方 这是他们第一次分享恋爱的细节 这两人在2021年首次联系在一起 当时这位漫威演员开始在社媒上 关注克里斯和他的几个家庭成员 2022年10月 眼尖的粉丝们注意到 克里斯发布的两个南瓜灯 和他女友妈妈 设置为自己头像的南瓜灯一模一样 这对情侣再次登上了头条 接下来的一个月 当俩人被拍到 在中央公园牵手时 有关俩人恋情的传言继续升温 这位马萨诸塞周人 还评论了这位长露头角的明星 关于新电影帖子 在克里斯被人物杂志 评为2022年最性感男人的几天后 该媒体的消息人士称 他们的关系是认真的 他们很相爱 克里斯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崇拜他 从2011年的美国队长开始 到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克里斯已经担任这个人物 长达8年 虽然作为英雄人物 备受粉丝喜爱 但直到出演该主角之前 这位好莱坞男演员 一直都在不出名的电影里游走 同时在这期间 他还被焦虑症 折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 从龙套转变成当红演员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 克里斯伊凡的故事 1981年 克里斯出生在美国波士顿 父亲是一名牙医 母亲则是一位专业的舞蹈兼老师 从小优渥的环境 让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他的演艺之路开始得普通而典型 11岁那年 他随家人搬到萨德布里郊区 就读于镇上唯一的一所高中 因为姐姐卡丽的影响 他也加入了学校的剧团 当时他的母亲是一家青年剧院的负责人 小克里斯的首次登台就是在那里 他的才华得到了戏剧老师的鼓励 父母和家人也都很支持他走上表演之路 于是他还没高中毕业 就只身一人前往纽约 在里斯特拉斯伯格戏剧和电影学院念表演课程 同时听取朋友的建议 在一家选角公司实习 并与几位经纪人交上朋友 很快他便开始参加影视剧的试镜 那时的他由于出来乍到 外表也没有到不凡的程度 所以他只够在歪小子石考特里 扮演路人角色 克里斯称 刚出道时他能演的大多是些不痛不痒的喜剧角色 普通到观众都记不住 不过直到今天他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 2000年18岁的克里斯首次登上迎评 在福克斯的剧集《求爱冤家》中 扮演一位侮辱女校的高中男孩 而他身穿女装跳燕舞的反串镜头 为他留下了永远的黑历史 尤其是在《神奇四侠》拍摄期间 他辛苦练出了一身好肌肉 导演们也毫不吝啬地让他一拖再拖 所以尽管影片票房不佳 但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 拥有完美身材 穿着性感紧身衣的大男孩 2004年 在接连几部毫无特色的校园喜剧后 克里斯试图凭惊悚片 一线生机力求演艺事业的转型 不过该片既没有取得票房的成功 也没有赢得大众的赞誉 对此他曾这样跟记者描述自己的出道经历 当你完成了第一部电影 你想着 嘿 世界我来了 然后呢 世界压根没看见你 你只好挥溜溜回去 从头再来 如此反复几次 你就明白了 没有人一开始想拍一部烂片 但这世上从来就没缺过烂片 三年后 克里斯再次满怀希望地出现在电影《太阳倒数》中 他崇拜和现任该片的导演丹尼·伯伊尔 然而影片上映后 仅仅收回不到400万美元的票房 所以依然没能出名的他 就这么在青春片漫改电影的烂角色 和几乎没有人看的小成本独立电影之间 继续徘徊着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也都处于崩溃状态 他表示 我总是在宣传一坨屎 要把一部这样的电影吹出花来 还要让人们去看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感觉自己没脸没皮 就是个大骗子 2010年 29岁的克里斯终于迎来转机 他打败了数十个与他竞争的对手 成为漫威旗下的经典角色 美式精神的象征 美国队长史蒂芬·罗杰斯 不过在此次当选之前 漫威高管就曾多次邀请过他 并开出九部漫威电影合同的诱人条件 但他认为九部太长 一旦开始拍摄 中途想要改变路线 或者短暂吸引休息 都不太可能实现 以及一旦这一系列的电影完成得非常好 他必然会改变他的生活 但他不一定能应付得过来 综合以上条件 所以他狠心拒绝 为了说服这位演员 漫威不惜把九部改为了六部 并且触动小劳伯道尼来说服他 后者对他说道 听着 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再出演这种角色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角色会让你拥有更多权力和自由 去做你想做的事 架不住劝说 他只好答应出演 拍摄期间 他说最开心的一天是杀青日 他说每个队长是这么拍的 可能一整天你只能有三句台词 但却有一万个角度和机位 你的一天容长而又无聊 这很有意义 如今克里斯与漫威签下的六部合同已经完成 他也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称 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刻 我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还可以和史丹利图奇这样优秀的演员并肩演戏 我更加可以穿着超级英雄的紧身衣 试问谁小时候没有把传单系在脖子上 然后跑来跑去的经历呢 所以当你参演如此棒的电影时 又怎么会不想继续演下去 虽然因此一怕而红 但在拍摄期间 他因为压力过大而患上了焦虑症 本来就容易脸红出汗的他 变得更加严重 直到现在 如果与超过30个以上的陌生人共处一室 他都会控制不住的大量出汗 另外 尽管演过很多卖肉的角色 但克里斯心里依旧住着个崇尚自然 音乐与艺术的文艺青年 所以美国队长上映的同时 他出演了一部票房不到7万美元的小成本独立电影《穿孔》 演绎一位要务上瘾 但又富有偏执狂般正义感的律师 美国队长2获得影评人和观众一片好评之际 他又出现在电影《末日列车》中 出演一个苦情起义军领袖 他表示 自己喜欢东方哲学 甚至在研修佛学 还在洛杉矶参加过佛学研修班 而做这些 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进化心灵 以及他会在自己的推特上 转发各种心灵鸡汤和人生格言 也会在接受采访时 说些故弄玄虚 让人听不懂的深刻话 他还声称 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他喜欢对白多的剧本 喜欢看浪漫爱情电影 他也深知自己是个演员 无法左右电影最后的样子 既然无法左右 那就自己创作 所以他在2013年底 自拍自导了自己的处女作 纽约爱未眠 整个影片只花费了300万美元 和19天的拍摄时间 讲述了由爱丽丝衣服扮演的年轻女人 在错过了一趟班车后 与他自己饰演的街头失忆小号手 闲聊了一晚的故事 戏内英雄 戏外情史丰富 2001年 他和同为演员的杰西卡贝尔开始交往 恋爱期间 然而还主演了两部电影 热恋的人自然想到谈婚论嫁 2005年 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克里斯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在我21岁生日时 他会把玫瑰花瓣铺满床 他白天出去工作 我会准备好晚餐等他 我觉得自己像个家庭主妇 能把生活打理得很好 不过女方迟迟没有等来婚期 交往5年后 他们也已分手告终 2011年 克里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前的 好莱坞派对上 被拍到和女演员迪安娜阿格隆 亲密交谈 知情人士称 他们整晚都待在一起 甚至还交换了联系方式 之后 这两位绯闻主角迅速陷入恋情 但他们依然没有迎来美好大结局 仅仅交往三个月后 就分大扬镳 这之后 南方与明卡凯利 珍妮斯雷特和莉莉詹姆斯 也都有过交往的经历 他称 自己更加喜欢和圈内人士谈恋爱 2020年 当他接受采访 被问到 为什么不找圈外女友时 他说 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很重要 对于非娱乐圈人士来说 很难理解 让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工作三个月 而彼此不能见面 这确实是对双方关系的考验 在这位美国队长身上 我们能看到天真和强悍共存 男孩和男人的自由转换 他曾是一个典型的美式普通青年 也是曾经沉沦于爆米花烂片 泥沼的二货青年 内心深处更住着一颗 深刻又感性的文青灵魂 而这些都让他变得与众不同 祝福这位努力改变现状的普通男孩 能活得更加精彩 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感谢观看